场内彩排如火如荼 场外78岁的高丽夫有了状况 国文老师退休后 心脏动过绕道手术 突发性的低血压让他十分蓄弱 我赶快进去练习 不要啦 我每次都有来 才休息不到三分钟又想起身 你这个就谋松回来就会彩排 三个月前也是因为突然晕眩 摔断手臂 忍痛练习就是为了这一天 在其他志工参赴下回到座位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跟上队伍发挥慈祭人不放弃的心神 南章化地区志工入金藏 陈森县由昏转塑 半售南北干料也只卖塑料 现在都是素食啊 然后也会在职场也是道场嘛 就会推广慈祭的环保啊 然后上人的理念啊 中区人医会医护人员也在行列中 众人齐心发行立愿 我们都不要轻视自己 我们人人皆成佛 哪怕呢就像蚂蚁那么小 他只要坚定立愿 他还是一步一步向前爬 一年一度的法海演绎 有你 有我才能圆满 大爱新闻来自宣 万光辉张华报道 还有76岁服学大师陈学明 今天他也特地地拜见上人